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有声小说王牌计划 作者卷土 由懒人听书原创为您录制 本集播音 吴天 第564集 在不肯吃亏的萎缩妇的指点下 吴夫自然是秉持着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的原则 他咆哮着甩出自己的血腥肉沟了 恶魔守卫显然的比这地狱火的质量 要高上许多 燃烧火炎的大剑猛然间向着下方一划了 血腥肉沟哗啦啦的缠绕在了恶魔守卫的武器上面 顿时就是火光刺剑 吐夫肥义所的身体用力的向后亲去 发力这么一拖 血腥铁链突然间崩得和弓弦一样笔直 恶魔守卫发出了一声似山羊啼叫一般刺耳的嘶鸣声 竟然来个立足不稳 亮相前跌了 屠夫这家伙呀依靠体型优势与人呢 进行角力的时候当真是所向披靡无往不利 但是这恶魔守卫可不是地狱巨人 那样仅凭肌肉做事的家伙呀 他将这手腕这么一翻 虽然不能够将屠夫的铁链损毁 这武器上面的熊熊火焰 却已经是极快的顺着血腥铁链燃烧了过去 屠夫虽然已经将这恶魔守卫拉动 但是看着那僵持的模样 没个十来秒钟绝对拉不过去的 但是那个火焰燃烧的速度 就绝对先烧到屠夫的手上 自然就不能够专心的拖拽了 只是屠夫的脑瓜子虽然不太灵光 只装了食物之类的东西 但是您千万不要忘记了哟 这一个成功的肥男的背后 还有一个瘦弱的贱人呢 就在韦索夫一声令下之后 屠夫是猛然间血力 此时屠夫在沙山的坡上 而恶魔守卫却是在沙山的坡下 两个巨力怪物本来都通过血腥铁链 相互较着劲 忽然间有一方收利的后果 那当然就是收利的那个家伙 被直接拉过去了 屠夫那这呼噜噜噜噜 缩身解释从这沙山上滚落了下来 仿佛是伴坐沙山都坍塌似的 卷起了遮天蔽日的沙城 生事一时之间是惊人无比 恶魔守卫正要挥舞手中的火焰武器 猛烈的斩向这个该死的肉堆呢 却忽然间发觉 这个河手的武器忽然间增重了数十倍的重量 这家伙已经忘记了 屠夫这长达三十余米的血腥铁链 都缠绕在自己的武器上面呢 恶魔守卫的眼神立即就变了 无论是谁见着了屠夫这么一大堆肉扇 翻滚着直接砸下来 还包裹着这么一大团烟尘 那绝对都不会觉得很轻松的 他从喉咙里面 哑然嘶吼了一声 只能拍动身后的扶持 将自己的身体死死包裹住 然后屠夫就将他那个肥瘦的身躯 当作武器 红然间若举实一般是滚压了下 两头巨大的怪物翻滚在一起 屠夫的腐烂技能已经开启 这紫黑色毒气喷射在了死中 就连沙漠也在微微的震荡着 只是方林那边人多势众 无论是巴比 还是胜利下来的血肉金属傀儡人 都是疯狂的扑击而处 只听得爆炸声响成一团 巴比这时候更加阴毒了 专职攻之恶魔守卫的下三路 连爬寒几口下去扯去了恶魔守卫 腿部的大片大片的皮肉 虽然恶魔守卫的紫黑色鳞片 皮肤是坚韧非常慢 双足更是粗弱大水盆一般 但巴比的牙齿也堪称人间凶器 最初的撕咬筋度还是相当缓慢的 但一旦破皮之后 这鲜嫩的红色血肉 就被巴比大口大口撕扯下来 恶魔守卫失去了平衡 被围在了中央 疯狂的遭到了围忧 这梦吼连连心 方林却是微微皱眉了 心想原来这家伙的鸭箱点技能也不过如此 忽然见到 那套恶魔守卫神仰天长豪 举起了唯一能够活动的左臂 重重击打在沙地上 这一击 乃是他施展出了权力而发的 与一时之间方林的视线当中的景物都仿佛扭曲了一下 然后扑面就有强劲的进风吹来 卷起大量的黄沙 那黄沙若举浪冲击到了坚硬的地坝上一般 碰的一下子 高卷起了十余米高空 疯狂地形成了一道可怕的环形杀枪 向着死命八方冲击而去 这一拳之围 竟然领得恶魔守卫身边的屠夫 巴比 甚至那几名血肉金属傀儡人都进入到了眩晕状态 恶魔守卫这一击 其实与猛马巨战相娜娜的战争剑态颇为的类似 只是恶魔守卫的范围相对来说小了一些 但是威力却集中了一些 适合小范围的团战 而猛马巨战相娜娜的技能 则是针对的是大规模的军团作战 冲锋陷阵使用的 方冲的脸色这手沉了下来 以恶魔守卫的双足为猿心 周围再次呈现出了焦土的状态 而这个手恶魔守卫的可怕是终于显现了出来 他手持火焰剑 一剑捅进了屠夫的腹部 燃烧的剑刃 甚至从屠夫的背后直接透了出来 这一剑直刺屠夫的伤害是可想而知的 中间的立方立即泛起了一股刺敌的焦乎臭味 恶魔守卫一剑拔出 剑上的火焰不仅没有熄灭 更是因为接触到血肉的人故 变得更加的炙热翻腾了起来 而可怕的是屠夫此时竟然还没有从眩晕的状态当中 清醒过来 就在恶魔守卫重新举起手中火焰剑 瞄整屠夫头颅的时候 巴比却是及时的醒了过来 他从喉咙里面低沉的咆哮了半生 猛人间一口咬在了恶魔守卫的腿上 这一口却是巴比蓄力而发 更是咬在了恶魔守卫先前就伤到的那条腿上 恶魔守卫的这一剑顿时失去了准头 站在了屠夫的肩头上 好在屠夫通常都是将着血腥铁链缠绕在手臂和肩头上面 因此这一剑竟然是无功而返 但是巴比与屠夫的反击却是落了个空了 这一手恶魔守卫的强悍之处 就反映了出来 他庞大的身躯猛着一一闪 将巴比的铺鸡闪了开去 屠夫包裹着铁链的巨拳 注击在了恶魔守卫的身上 而这家伙却是马上泄力后退 屠夫与巴比想要追赶 却发觉在焦土的地面上 自己的行动速度和移动速度都受到了不小的限制 而恶魔守卫的移动速度却得到了相当大的加成 一瞬间就打步走到了旁边的沙山的后方 他猛然间将手向着天空上面举了上去 天空上面的空气当中忽然间变成了深红色 就仿佛是鲜血凝固住了一般 然后上方正有十七八团炙热的火焰光芒在凝聚成形 然后拖着这长长的火红色弹道连续呼啸蒙气而来 而那火焰光芒在距离地面不远处 又再次炸裂纷纷扬扬若雨落下 这一招竟然是火焰雨 一瞬间巴比与屠夫就被同时笼罩在了密集的火焰当中 人间得救要葬身于熊熊火海当中 而身处在黄金导具形成的保护罩当中的十三号的肌肤上 也已经红得要滴出血来了 深深吸了口气之后 前方已经出现了一个由漆黑的条纹构成的深邃的法阵 那个法阵给人的感觉就仿佛是一口深深的井 然后从里面井喷死的涌现出了二十余头地狱犬 此时出现的这些地狱犬的个头比先前的要小上许多 但是凶残之处却也是丢锅之而无不及 除了体型的区别之外 还有就是这种小型的地狱犬 并没有法力燃烧这个主动技能 而是在攻击到敌人以后附带上了这个效果 十三号 冷冷地望着方里 忽然间对他伸出了大拇指 然后将其翘起的拇指倒转过来指向了地面 挑衅之意 分外的浓郁 事实上他此时也是极度的愤怒的 因为方林不仅仅是将他逼得打湿颜面 地牌进出 更是损失了几件十分珍贵的道具 黄金道具 绝对防御 而且召唤恶魔守卫 也必须耗费十分珍贵的道具 而这一切都要记在这个该死的家伙的账上 只可惜的是 这是在十强者争夺战当中 若是换成了在梦魇世界里面的遭遇阵 他要让这方林哀嚎上整整四十八个小时再死 方林却是微微的一笑 完全没有将十三号的挑衅放在眼里 他双手抱在胸前轻声叹息了一声 在他的背后摆鱼米的地方 恶魔守卫已经挥舞着可怕的火焰大剑 冲入进了火雨当中 被人火焰烟雾当中 那团巨大的模糊黑影 猛烈的斩击而去 恶魔守卫扬起手中的火焰剑 从上到下竖斩而至 那把火焰之剑长达七八米 挥舞之际带起了地面上滚滚的黄沙 给人的感觉就是遮天笔日 一晕而来 此时的方林距离恶魔守卫至少有近百米的距离 所以恶魔守卫选择了直接冲向了在火雨当中熊熊燃烧的屠夫 在他的眼里 先将这个距离最近威胁性最大的家伙杀掉 那么剩余下来的敌人也就没有自己的义合之敌了 何况那个时候成群的地狱犬 说不定早已经将远处的那名敌人给淹没吞吃掉了 从天空当中落下的火焰之雨 旁驼之雨 铺天盖地地清洗了下来 打在了纯净的沙粒上面 瞬间将沙子溶解 然后飞溅起了无数点晶莹炙热的液体 凝固以后就是点点的碎玻璃 看上去这个情景是诡异无比 而沙面上面 本来就被恶魔守卫的被动技能侵染成了焦土 在这样的情况下 被火焰之雨笼罩住的地方 发出了可怕的火红色的光芒 几乎成为人间的雨 恶魔守卫的山羊眼里 此时露出了此人的光芒 他刺耳的一声口叫 火焰之剑已经展入进了火焰与笼罩的范围当中 箭矢被火焰一逼 看上去更加的汹涌 他要将这个敢于挑战自己的巨大生物 切割成千块万块 然后点火焰烧成地狱的灰烬 十三后此时怒吼了一声死霸 同时将手对准了方林一只 被群小型恶魔犬已经疯狂地奔跑了出来 后面带起了大团的沉雾 汹涌逼着 方林却是微微的一笑 他胸口的梦眼印起忽然就一闪 太极图案灵动无比旋转了起来 两点光芒是一闪而落 虽然是在干燥的沙漠当中的烈日下 这光芒却一遇人朝之寄来 挥之不去 停留在了所有人的眼里 恶魔守卫的火焰剑 却是斩在了一块硬东西上 震得自己生疼 肩上附带的火焰都死出飞剑开去 因为烟火缭绕的缘故 虽然近在咫尺 但是也只能看见屠夫庞大模糊的身形 倾着一条黑色的长条形物品 架在了自己的脑前 虽然身处于熊熊火焰里面 但是恶魔守卫 见到屠夫手中那条黑色的长条形的物体 却还是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一股寒意来 那含意却并非是来自于自身表面 而是源自于心底 似乎被千万条冤魂附体缠绕似的 而更为恐怖的是 屠夫架入他的火焰剑以后 本来就极其肥瘦的身体 更是若吹起球一般急速地膨胀了起来 尽管浑身上下的皮肉脂肪 都被烧得是吱吱作响 但是那一双胸光闪闪的齿红色的小眼睛 在那个冰铁鹿角盔下 却是正名凶残之意 急剧地生了起来 甚至 这个家伙哪里像是先前那个奄奄一息的模样啊 本来方明此时已经是一剂强力摸背树打在了屠夫的身体上 既然已经将十三号的底牌摸了出来 那么就根本不用再隐藏什么了 哼 我插你个叉叉的 哪怕破剑你牛逼 你啥呀你 不就是不锈章菜刀上磨着点酒精吗 躲藏在远处的尾书夫咬牙切齿烤沫横飞的怒吼着说道 但我小弟没有武器也是怎么着 屠夫被强烈磨眉术催击之后 已经比恶魔守卫整整高出一个头 挥舞的恶魔守卫只能看到这个巨大胖子的尖头了 而且双手之上已经拔出了那两把黑沉沉的打刀 千人斩 这凶层无比的咆哮着 那种强势无比的压迫力已经是鲜声夺人 恶魔守卫的智商绝对只能用皎洁来形容 他见到敌人的身形猛人的变剧已经觉得极其不妙 然后又发觉自己的火焰雨 对这个肥瘦的家伙根本造成的只是表面伤害 一个人的拿手技能被砍掉 心中的沮丧滋味当然是加倍的难受 因此这样的打击尤其令得恶魔守卫生出了一种颓废的感觉来 也该是这个恶魔守卫倒霉 方林本来就是强力的控火者 对于火焰的抗力就十分的强悍 对于普通的火焰几乎是火焰免疫一般的存在 而屠夫身为他的召唤物 火焰抗性自然也是水涨船高 加上火焰雨终究是面伤害技能 伤害并不集中 因此屠夫表面上看起来烧得十分厉害 其实燃烧的都是他用来作为盔甲的脂肪层而已 除了那一剑穿腹之外 屠夫根本就一直是在故作颓势而已 恶魔守卫马上就想到了利用自己在焦土上面的优势迅速逃走 他用火焰剑横着一斩 顺势挡住了粗重的屠夫的一技斩气 顿时双手发麻了 火焰都乱飞了 不过他却是借势逃走 看样子想着要脚底抹油赶紧溜了 但是屠夫后背上那只畸形的小手却忽然间一扬 投网技能发射 这却是方黎预判出了恶魔守卫的行动 提前给屠夫指明了投网的位置 虽然恶魔守卫奸诈无比 行动是淫荡走位风骚 但是在方黎的面前却还是插得远了远了远了 一张阴森漆黑沉沉的大网就从天而降 将这恶魔守卫死死盖在了地面上 唐大的屠夫已经是拖拽着千人斩 身后拖出了一条滚滚的沙尘 若是一座巨星亚路机一般是直突而至 恶魔守卫疯狂地撕扯着黏住自己的黑网 不过却是动弹不得 这时候他也慌了神了 见屠夫凶神恶煞 似是一座肉山一般直接压破过来 这古怪的叫了一声 火焰间再次直接捅向了屠夫的胸口 屠夫这次不闪不闭 任由他一介参凶 小眼睛里面闪现出了凶残的光芒 此时巨型的螃蟹举着熬一般 高高举起的双刀 然后疯狂地死尸剁肉馅一般 就发动了狂风盗雨一般的斩击 血水急喷而出 一时之间根本不知道这是屠夫身上的血 还是恶魔守卫邪恶的铁印 但是从这两头巨大怪物发出的声音 没可以看出屠夫是兴奋而残忍 恶魔守卫也是充满了痛苦与恐惧 在旁边的萎缩妇 掏出了一条粉红色的小手帕 他一看就知道 准是他老婆美美 用剩余下来肚兜 废物利用改造的 他擦了擦 根本不存在的冷汗 咕弄了一句 阿们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这是什么 是的 我是你 是 那视频 我